好,大家好,这是零度解说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组给大家介绍 六个非常实用的网站 打开以后 老司机都舍不得离开 真的是非常实用 好,现在我就直接去电脑上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好,现在我已经来到我的电脑上了 今天我们介绍的第一个网站 就是这个FastHub 它是一个提供完全免费 而且是开源软件的良心下载账 专注于分享免费开源的软件 特别适合需要放心下载软件的朋友 它上面提供下载的软件 不仅完全免费开源 而且没有任何的广告 没有任何的狂绑 是我目前用的比较多的 而且是值得信赖的下载账 这个网站整体界面 让人看起来就非常的简洁舒适 美观大发 它对所有的软件 进行非常详细的分类 比如说这个热门的分类有 包括音频播放器 文件共享 操作系统 备份工具 网络安全加密 两线软件等 我们点击里面的任何一个分类 就可以查看里面的所有软件 包括软件的评分 软件的下载数量 发布时间 以及软件所适用的系统平台 你可以利用网站所提供的 这个软件分类和搜索功能 非常轻松找到 你需要的电脑软件 点击里面的任何一个软件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这里直接提供了 这个软件下载安装包 还有软件的距离描述 软件的优缺点 这样可以让我们对这个软件 有非常详细的了解 介绍这个网站 最主要的原因是 在它上面下载的软件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安全绝对是有保证的 这个网站它默认是英文的 如果你不喜欢英文的话 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谷歌浏览器 它自带翻译功能 给它翻译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说的第二个网站 就是这个iCvent 它是一个完全免费 并且是不限转换次数的 多功能文件格子转换网站 转换效果非常出色 它真的可以说得上是一个 非常良心的功能性网站了 支持转换的文件类型包括 PDF 文档 电子书 图像 视频 音频 压缩文件等 它还支持将这网页 转换为PDF GPG PNG等格式 每种文件类型都包括多种文件格式 并且每一种文件格式的转换 都支持非常丰富的设置 其中PDF格式转换 不仅支持将Word Excel PPT HTML等多种文件 跨度转换为这个PDF 也支持将这个PDF文件 转换为这个Word Excel PPT TST等文件 同时它还支持这个PDF OCR功能 支持使用这个OCR 承描PDF文件 它还支持多种这个PDF编辑功能 比如像这个PDF分割 合并 压缩 加密 紧密提取 PDF 旋转等 它里面的所有的功能 都是完全免费使用的 今天我们介绍第三个网站 它是一个完全免费的 在线思维导图制作网站 GetMind 它整体操作界面非常简洁清晰 让你操作起来也非常的轻松 支持插入这个图片 链接 备注 并且提供非常丰富的布局样式 支持强大的四维导图保存 和导出功能 同时也支持这个云端自动保存 让你无需当心文件丢失 在支持导出 PNG GPG格式图片的同时 也支持导出PDF TST文本 SVG等格式 并且它还提供了非常实用的 四维导图分享协作功能 支持以链接的方式 分享你自作好的这个四维导图 可以让你非常方便地创建 同队协作项目 支持多人协同编辑 并且它还提供了大量免费的 多种主题风格的四维导图模板 你可以一键切换 选择任何一个你喜欢的这个主题模板 并且它的主题模板的数量 还在不动的更新中 同时它还支持这个 添加关系线的功能 有这方面需要的朋友 可以去试一试 像这么良心的思维导图网站 确实还是比较少见的 不知道屏幕前的观众 有多少人平时是比较喜欢 这个建设断裂身体的 如果你非常在意自己的身材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的 第四个网站就非常适合你了 它就是这个MuscleWiki 这是一个专为建设人士打造的网站 它就是一部 这些灵体肌肉可视化百科 因为每个人建设的目的有所不同 要锻炼的部位也不相同 当我们打开这个网站首页以后 你就能看到这个 灵体的机构主持的示意图 如果你是男的话 那就选择这个男性 女的话就选择第二个 选择女性这个选项 然后接下来 在下面两个灵体模型上 点击你想要锻炼的部位 比如说我们想锻炼这个凶打击 我们就点击这个胸肌部位 这样它就会出现相应的教学视频 这里面它会给出 详细的教学过程 你可以根据你的体重 选择不同的锻炼方式 这是非常不错的 差不多可以帮你省下一个健身教练了 你只需要跟着这视频教学 来锻炼就可以了 它这里面还要根据不同的器材 比如像这个 杠铃 雅铃 狐铃等 提供多种不同的教学 现在我们来看下这个女生的锻炼模式 女生一般喜欢锻炼哪个部位呢 我们就随便点击一个吧 它这里面也有非常详细的教程 看完这个健身模型 我再摸摸我自己的肚子 我怎么感觉我身上只有一块肌肉呢 现在我们来说的第五个网站吧 它就是这个 我平时用了比较多的 免费五版权的背景音乐网站 SoundCloud 虽然YouTube上也有大量的 五版权的背景音乐 但是在YouTube上找背景音乐 稍微有点费劲 以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原因 虽然SoundCloud提供了大量的 免费的背景音乐 但是如果你要挑选 五版权 可以商用的背景音乐的话 那么我们是需要进行 相应的设置才可以的 打开这个网站以后 我们可以输入 我们需要寻找的关键词 比如我需要寻找一段 比较忧伤的背景音乐 那么我们就输入关键词 SIDE 这样它会出现大量的 有关悲伤的背景音乐 但是这里面 它不是全部都可以用于 这个商用用途的 如果你需要筛选出 五版权的背景音乐 那么我们需要点击 这个左侧栏里的Truck 然后点击下方的 To Listen To 接着我们点击下面的 To Use Commercially 这样的话 在右侧筛选出来的背景音乐 我们就可以放进大胆的使用了 都是可以完全免费商用的 不会出现任何版权问题 它上面的背景音乐 跟YouTube相比 它有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它有个非常清晰的 音乐节奏跳动的图示 可以让我们在剪辑视频的时候 可以非常轻松地选择一个 比较适合压鼓点的片段 而且你可以直接在上面 点击音乐节奏图示 进行视听 来选择你喜欢的背景音乐 非常的快捷方便 如果你在YouTube上找 五版权的背景音乐的话 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今天我们介绍最后一个网站 说网站 其实它是一个提供了非常不错的功能性软件的网站 它就是这个浏览器的一键加速神器 网站默认是英文的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吧 这个网站上它提供的这个加速器 可以对这个Chrome浏览器 Edge 火壶 零咬等多款软件进行加速 提升启动速度高达三倍左右 一般来说 这个热机月累的这个大量配置文件的数据库的碎片 是导致我们浏览器 越用越卡通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现在我们就通过这款软件 就可以直接进行优化提速 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这个效果 它上面提供了这个Windows版 还有这个MacOS版本 我这里选择这个Windows版本的 我们点击下载 好 下载以后 我们直接解压打开 它是免安装的 非常的方便 打开以后 比如我需要优化我的谷歌浏览器的打开速度 这里我就选择它 然后点击右侧的这个优化 接着它会提示 开始优化前 我们需要退出单前浏览器打开的进程 现在我们把它的打开浏览器给关闭掉 关闭掉以后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重置就可以了 这样它就可以开始进行优化了 好 优化完成以后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打开的速度 感觉确实比之前快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效果 这个网站站它还提供了其他功能的软件 比如像这个Mac的这个风扇控制 ISO镜像文件提取 转换等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六个网站地址 我会给它跳到视频下方 如果你缺带的话 那么可以自己去看一看